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养殖场我也从来没来过 你也没来过 没来过 邢老板 邢老板养殖场 我第一次来 邢老板 你好 这是袁老板 我们看你用他的车咋样 这是那个 威士忌呗 这就是你发明的这东西呗 对 这是哪里你买的 这是15年8月份 这是第2台了 第2台 第3年 12年3月份买了一台 买了一台 扩大规模不太够用 又整了一个 多少钱买的 这个44,800 44,800 对 现在回来了没 成本呢 现在早就回来了 一年就回来了 一年就回来了 好使吗 好使 等会我看你看看 好使 不是你不是给我们来做广告的 有个有觉得不太好的你可以说 我们随时就和厂家 就是奶奶不好 随时给我们调整 随时调整 你觉得最好使的地方是哪个地方 这一台车能顶老多工人 老多伙计 老多伙计 多少个伙计 最少能有五六个吧 五六个伙计 对 速度快不快 快 速度很快 一天喂几次 一次 一天喂一次 就现在 现在 那我们要不试试一下 看你这个车的效率到底怎么样 可以可以 好嘞 哇 他是这么你是专门针对这个来喂的是吧 针对这样子发明的 哦 好 每天喂一栋这样 那所有的腰全部都站起来了 看到没有 听到这个声音都可以站起来了 提醒一想的话就到来喂食了 对 这个还是很有贡献的 哎怎么样 这个看一下 嘿 哈哈哈哈 这个有点意思啊 啊就这么喂食啊 对啊 哦 这样子 这还是第一次见了啊 啊 他现在就是一开吃一动 对对对对 哦 这个机器的速度那是相当快 这样走过来 多少秒啊 估计 我用的是零点三秒一个雕 啊零点三秒一个雕 啊零点三秒一个雕 啊零点零点三秒 啊零点零点三秒 就等于一秒是可以喂三个 啊对对 全国像这样的喂毛皮雕的大概有多少加 太多了 数多了 啊 数不过来 啊 啊我还不知道啊这个行业我以为很咱 其实也搞的人挺多的 挺多的 啊 啊挺好 那我这样子我让我试一下行不行啊 我来 可以 那是那个 这东西 手脚签的用上 我明白我已经试过了 我看 行 别乱我啊 看我能不能行啊 行不行 我感觉一下啊 行不行 我感觉一下啊 好 哇这一只搞这个这个速度挺快的啊 这还不是一般的速度啊 这过程驾驶的比啊 好 哇塞我这个天哪 哇 已经不错了吗 我感觉你喂的均匀 他们呢 在这儿呢 啊 我再打 我再喂一趟他们还喂不到头 是不是啊 那你再试一下 可以啊 那你试一下 啊这个就显现了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厉害的 哎 我来看一下这个 大姐 我已经喂完了 喂完了 啊 你们这种肯定是骂的哦 对啊 不是很慢 对啊你因为你还要吹还要刮 你这三个人啊 啊 哈哈哈 你说那个眼睛自己一直要盯着呢 继续的盯着啊 啊 这个时候还得把这放上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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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箱多长时间能喂完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对 你以前要干要多长时间 以前五个人半个小时会不完 啊五个人也不完 好继续 啊 怎么样有啥感想啊 挺高兴的 啊 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啊 啊 没说我们不这样没说吧 能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 我们挺高兴 嗯 完了那个大家再来笑一点 嗯 这是我们挺高兴的 老铁嘛 这就是崔总发明的这个喂食鸡 这种喂食鸡 主要是针对这种皮毛类的动物 如果呢 对崔总这个发明感兴趣的 你可以点个赞 如果说呢 对这个发明觉得还有什么想法和意见的 你可以在我们的下面留下评论啊 然后呢 如果想要崔总的电话的你可以联系我们发明明南部组百度一下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会把崔总的电话号码告诉你好不好啊 下面呢 我们哎 再看另外一个发明也是崔总的啊 他是那个果圆培果圆的四肥鸡啊 原理呢 跟这个呢 他完全不一样 这个呢 是喂食的 那个是呢 四肥的啊 嗯 好